主料,猪月牙骨500克,胡萝卜100克,茶树菇50克,辅量,油,盐,葱,醋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胡萝卜切片,茶树菇泡泡备用,猪月牙骨切小段,洗干净,然后葱将切适量备用,锅中烧开水,下入月牙骨桌水,会发现中间有很多浮沫,很酸了。 所以,一定要捉水啊,把那些磨撑出来,捉水后,重新做一锅水,当水温时候下入和葱姜,一点盐和醋,加入胡萝卜和茶树菇大火烧开,然后改中火炖制一小时就可以了,出锅了,营养不上火,烹饪技巧。 一,骨头要捉水,不潮水不知道有多脏啊,二第二次加水煮,等水温再加入猪骨,这样,肉混软些不会因为凉水肌的变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